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幅幅题材各异构思精巧的木雕展示在世人面前 虽然木质坚硬却流出了水墨丹青的意欲 虚实相衬如实如画 看后令人赞叹不绝 这些独具匠心的作品 他们的创作者正是陆光正 古兮之年的陆光正 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幽默风趣 和爱可惊 无论对谁都一样热忱 这位他在业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从业五十多年来 陆光正创作出五百多件艺术真品 其中松鹤同春 白鸟嘲讽 陈列于人民大会堂 年年有余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在传承和创新传统工艺的同时 他还在木雕装饰和现代建筑的融合方面 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因为这些突出的贡献 陆光正成为中国木雕行业公认的领军人 并被世界首工艺理事会评选为 亚太首工艺大师 走进陆光正的展厅 木材散发的芳香扑面而来 然而更让我们感到惊叹的是这里的木雕 每一件都堪称精品之作 断木雕刻的锦绣中画长6.2米 高2.6米 它即浮雕 线雕 蝶雕与一体 全景式的展示了万里长城的威鹅壮观 和名山大川的雄起苍茫 松树 梅花 亭台楼阁相得一张 可谓画中有画 景中有景 是当代中国木雕艺术上的代表作之一 这一幅好像和我们平时看到传统的浮雕不太一样 它是有层次的 它是一组一组的 这一组是 它是中间一组的 那边一组 这边一组 那边一组 你每一块东西的固定方法都不一样 固定不好 马上开裂 我们做起来壁画 大型的壁画 有些放在那里不会开裂 我很想知道这个木材有没有给您出一些难题 每那个材料都有关系 有一些材料可以雕刻 有些材料也不可以雕刻 但是在雕刻里边 各别地方 有些杀刺的地方 你在设计的时候 用它避免掉 可能这块东西的话 你画了一个空前什么东西 它已经敲掉了没有了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木材本身的条件 对对对 以自身的美唤起人们的审美愉悦 是东洋木雕的准则 为此 无论是威鹅的长城 还是苍尽的松板 在雕刻时都要精益求精 都不同 为了达到逼针的效果 就连一朵花都要力求细致入味 所以它都要考虑到木材本身 我对你讲 这么空的一片 同一块木头里边把它做出来 要把这片东西放在这里 要多少时间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做不出来 有时这么几片的话 就是这么一点 要做一天时间 就这一丛 大概就三四片的样子 要做一天时间 因为它是在同一块木头里边 要把它形体雕出来 要把它整个都要瓦空 所以这个功夫 锦绣中华展现了中华大地的壮丽秀美 同时也蕴含了创作者几十年的雕刻功力 木雕犹如在木板上作画 要求创作者具有较高的绘画水平 同时它又有别于绘画 因为木料珍贵且稀有 每一刀刻下去都不可复原 所以木雕也是门剪法艺术 如果故事不好 就会造成遗憾和浪费 为了充分体现锦绣中华这一主题 洛光正参考了大量的资料 争取了许多人的意见 既经修改 最后才确定了思路 设计您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这么一个东西 我如果画画的话 恐怕要十千多半个月 作为画的话 那是不难的 就是马上能表现出来 因为这个功夫还是已经没有问题 主要就是构思 构思怎么从一个画面 到一个木雕这样的一个过程 构思主要能提醒木雕的效果 能够体验它的内涵 是真正能够体现它这种艺术 而不是一般的工艺 中国木雕历史远远流长 在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各地的民俗文化和资源条件的不同 形成了诸多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流派 其中东亚木雕 黄亚木雕 金旗木雕 龙眼木雕 被称为中国四大木雕 东亚木雕因产于浙江东亚而得名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相传唐朝年间 一位木匠给大户人家造厅堂 由于一时马虎 结果大梁短了一尺二寸 俗话说 长木匠短铁匠 材料短了 是给木匠出了单体 后来他集中生智 雕了一对鱼头 安在大梁两端 本想掩人耳目 却意外受到雇主家的赞扬 觉得既新颖又美观 名声一出 人们争相效仿 这便是东亚木雕最早的出行 作为东亚木雕的代表性传承人 陆光正不仅有大型的创作 很多中小型的作品也独具特色 三鹰战旅部这件作品 并且了传统的构图 和平面雕刻的技法 四个人四匹马四把兵器 巧妙地安排在一个圆形里 把打得难解难分的局面 表现得淋漓尽致 构图反而不乱地 给予强烈的立体感和美感 原作现收藏于 中国工艺美术馆珍宝院 他是打得难分难解 就是真是好像一个火球一样 打得均在一起了 为了增加他们打的气温 所以把他画成圆的 把他组合在一起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这个人物的表情 你看他的每一个眼睛 你看他皱眉的时候 眉毛的这个感觉 对对对 全都雕刻出来了 三国演绎是中国古代四大明珠之一 其中三英战旅部的故事 可谓家喻户晓 从小听着三国长大的陆光正 不仅痴迷于小说中的英雄人物 也给他的木雕创作带来了灵感 在创作三英战旅部之初 陆光正下了一番苦功 每天精雕细琢 专心致志 但没想到做到一半时 却出现了意外 这让他不得不勤贵进去 本身是很好的材料 但是做了一段一定的机器 时间做到里面以后 那个材料中进 它是虚的 因为这个木头 芯 有些有点发霉的 就树芯里面是烂了 中进 空了里面 这样子的话 所以有时候就没有办法了 只能同作 对雕刻来说 耐心和记忆同等重要 即使上好的木料 也难保内外一致 如果遇到木芯发霉的情况 只能废掉出来 所以耐心是隐藏在 创作者内心的另一把磕头 除了山水花鸟和历史故事 日常生活也给不光正的创作 带来许多启事 借鉴拼盘的造型 他创作了年年有余 这件作品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拼盘里挤满了鱼蟹虾 运用高浮雕的技法 使他们个个栩栩如生 周围围绕着12个小拼盘 象征着一年的12个月 独特的创意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件作品 我觉得看起来特别让人感到有一种满心的喜悦 感觉到好像一个盆子里边 它很丰盛 很丰满 什么东西都有 吃不完 我们中国的风俗 就是在讲话 办西事的 什么时候的话 要讲经历的话 所以我们饭的东西 也有大接大力 为了达到活灵活现的效果 当初洛光正还特意买来螃蟹和龙虾 养在家里做模特 我设计好以后 要好多我的学生徒弟 他们一起做的 所以我把那个逼真的 这种蟹啊 有些鱼啊 那种虾啊 拿来给他们看 就是作为这种资料 给他们看 尤其是这个大龙虾 很逼真啊 当时也是摆了龙虾在里面 就是活着龙虾 在继承东洋木雕传统记忆的基础上 陆光正还开拓出 木雕装饰和现代建筑融合的心路 继杭州雷锋塔楼外楼 等一批大型建筑雕饰成功时期后 2007年 陆光正带领1600多名木雕技师 历时14个月 成功为林山樊工进行了木雕装饰 堪称东洋木雕与现代建筑完美结合的典范 古金州到底是它是有材料这样的限制 现在在这么大的现代材料 现代金州 就是我们这个东洋木雕 应该如何跟它相结合 这个里面就困难大了 你讲了什么办法呢 要用现代材料 就是粮很大的话 要做过去的话 就里面是用干几构 外面再用材料木材料把它包装 大厅60米高了 里面好多东西的话 我们是特色动了脑筋 就是能够把700年的这个木雕起义 运用在现代金州里面 而且能够发挥了中国木雕这种优秀的起义 特色能够发映出来 在陆光正的带动下 传统木雕和现代建筑的融合越来越广泛 过去只被当作点缀的雕花 如今已经整体覆盖了许多大型场馆 独特的魅力为东洋木雕的发展拓跨了道路 它做建筑装饰 做了我们国家好多顶级的 比如说埃派克会议的会议中心 比如说无锡的繁共文化等等 都有它重要的作品 同时它的作品用于日用化 既有艺术高度 又有实用化的享受 所以说陆光正大师对全国木雕行业的贡献非常巨大的 在国外也有很强的影响力 陆光正让东洋木雕推陈出新 而东洋木雕也改变了陆光正的人生轨迹 从最初的小学徒到如今的工艺美术大师 如同一块木板到精美的木雕 成功的背后需要付出许多艰辛 也梳写了一段传奇的木雕生涯 流行无限精彩继续 东洋市岭下村四面环山 山上树木种类繁多 张树枣树等秘密层层 这片山林为东洋木雕提供了宝贵的木材资源 同时也培养出了许多木雕大师 1945年陆光正就出生在这里 陆光正会走上木雕这条路 原因十分无然 起初他家里没有人从事木雕 父亲是一位裁缝师傅 天天和布料打交道 母亲则在家里料理家务 虽然学校里祠堂上的木雕随处可见 但他小时候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少年时代的陆光正爱好音乐和绘画 尤其是音乐 乐谱里曾装满了他的梦想 那时你知道木雕也好看 但是你没有去追究这个雕刻方面 而是绘画 音乐 喜欢 喜欢音乐 什么样的音乐 东洋的这种物具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恶物曲 这些东西 所以喜欢吹蝶子 拿金服学练小的作曲 哦 写写自己也写一写 那个时候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吗 那是想以前是 开始想我以后来要当一个音乐家 懂乐器还会绘画 12岁时的陆光正 被选接了村里的宣传人 一赶上年节有活动 总少不了他的身影 渐渐的 他在十里八村 成了小有名气的能人 就在陆光正憧憬未来的时候 一次偶然的经历 让他的音乐梦想戛然而止 有一次给我打击很大 我说这个音乐 看来是喜欢是可以 但是你要达到目的是不可以 什么样的事让您感到打击了 这是乡下农村里面 在念书的 结果老师在我们的东阳城里 到文化馆里面去参观看了 看到文化馆里面了解什么东西呢 丢进那个钢琴 看着有钢琴什么东西 那里我就产生一种思想 这条路走不通 喜欢是可以的 但是要成功是不可能的 因为调节太差 我们也根本也没有这么 干净老师来教你 也买不起钢琴 很昂贵 很昂贵 放弃音乐梦 曾让陆光正很沮丧 由于生活条件所托 山村里的孩子 一般长到十来岁 都会分担起养家的主任 陆光正也不例外 他家里兄妹七人 陆光正排行老四 随着父母的年漫 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他必须把吹拉弹唱 暂时先放一放 学点能养家的本力 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要去报考这个学校呢 那时候呢 在画画画得比较多 在旁边的好多船里边 都知道我会画画 这么小儿就是画画 小儿有名气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那个有一个想讲呢 他说现在我们心里面 教授那个物雕技校的学生 这样子呢 他说你一天要去考试 去考 他是搞雕刻的 也是画画的 你一听画画就来兴趣了 来兴趣了 但是实际雕刻 没有看见过 所谓荒年恶不思手艺人 东阳地处浙江中部 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 由于人多地少 资源匮乏 就是没人提亲 女方都先问小伙子 有没有手艺 而木工手艺中 木雕里的细活叫雕花匠 学会它可以行走四方 吃穿不愁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 如果考入东阳木雕技校 学院的农业户口 可以变成非农业户口 也就意味着 能吃上商品粮 捧上铁饭碗 那年 包括陆光正在内 全东阳市有两千多人参加考试 最终只录取一百人 竞争很激烈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 陆光正竟然考试通过了 都考什么 考画画 我听说那个时候 您进到学校里面 您是最小的一个学生 十四岁了 小学毕业了 去学校里 去那里就是读技校里面都出众了 那个时候就一边上学 一边学技 学雕刻 雕刻 那个时候对于雕刻有概念吗 看的话 他们雕的东西很好看 雕的不错 那时候也有点兴趣 所以一方面是绘画 一方面搞雕刻 刻刀是木雕将的画品 无论多么精美的作品 都是从刀锋下诞生的 所以学员们入学以后 首先要学的基本功 就是磨刀 最困难的就是这个毛刀 这个血路毛出来 是它的磨破 为什么那么难 因为那个刀 我们雕刻的人 向我们去看的话 就是看你这个刀 看到一条 就基本上能知道 你这个人多少水平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刀好坏 没有好的刀 你做不起好的东西 拿关了画笔的手 一拿起颗刀 手就不听使唤 刻出来的东西 也变成了四步响 这让他一度怀疑自己 究竟是不是这块鸟 在老师们的鼓励下 过了半年多 陆光正才在木雕上 找到点感觉 信心也逐渐恢复了起来 这件少女 是他十五岁时的作品 一位少女 骑在牛背上 眺望远方 虽然很简单 却应刻着陆光正 最初的学习里程 为了进一步了解木雕的工艺 陆光正带杨杨来到了车间 这里每个人身边都摆着数十把可刀 它们各具功能 刀口最宽的可达六厘米 最小的不足一毫米 经过千万次的锤打 刀柄上已经敲出了一层木花 这有这么多刀 对 像它们的刀很细的 哇 非常锋利 我感觉手碰上去都害怕划伤了 您现在在做的这个是叶子的部分是吗 您做这个木雕已经多少时间了 做木雕了 我二十几年了 对 你看每月二十几年 这样做不起来 对啊 你看它下刀毫不犹豫的 很快这个叶子就出来了 对对对 过去木匠拜诗学义 有句口诀叫 初学三年走北天下 再学三年寸步来心 意思是说 前三年不过是获得了吃饭的本领 学会了一些城市化的东西 再学三年 则是要发挥自己的材质 获得灵活驾驭 破旧异新的能力 为此 许多人潜心苦学了多年 我能试一下吗 我能试一下 你挑什么立法 随便 都可以 不要破坏画面 你挑这个立法 一样的 这里拿 这里 这个刀 它自己拿来挑 敲中一根线了 一上来就有任务了 我先试试 连这条线敲 有很硬 很硬 这个 这样 不是 这边 这样 敲的位置 还有讲究的 这锤子有多重 它们的很重 拔不出来了 我把它敲进去 拔不出来了 我拔不出来 很硬 很硬 你看 打了半天 这个位置都不对 这个是比较好的花梨 这就是花梨木 花梨木要比断木要更硬一些 材料也更贵 更贵 OK 你一碰到 你就能感觉出来 多少硬住 对 很硬 我感觉如果不是 我非常用力砸的话 这个刀在这上面 几乎没有痕迹的 硬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木材 能做出这样的线条来 这不仅需要力量的 还需要技巧的 要有巧劲 否则你就坏掉了 越是精美的木雕 需要的付出就越大了 这里的木雕师傅 每人拿着一把别锤 每天要敲打上千次 经过少则数日 多则数月的雕琢 才换来了美轮美奂的精致 因此木雕不仅呈现出 雕刻者对美的追求 也应可着他们的辛劳 为了真实感受一把木雕工艺 杨阳也做了一回雕花墙 这是一只蜥蜴对吧 是 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就是这个眼睛好来做 好啊 这个再躺着 再坐一圈就好了 再坐一圈 这样 不是 你暂时坐 暂时摸它这个理老 用大拇指去做 你坐 暂时你再跪一圈 反了 东阳墨雕的工艺 分为设计打劈修光三大工种 杨阳所做的 就是打劈环节中的细劈一环 它是图像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 五分钟过后 杨阳雕刻的这只蜥蜴的眼睛 木材太硬 我们可能使了很大力气 没有效果 但木材太软 如果不注意的话 很容易就会弄坏 而且很担心会伤到手 对对对 万一这个控制力度不好 就是出到手 您早年学的时候会经常伤到手 也有好几次啊 伤到手不注意的话 和所有初学者一样 陆光正当初学木雕 也是从笨手笨脚开始的 但是因为他耐心又前奋 心得很快 在木雕技校学习了一年以后 他终于做出了一件 比较满意的作品 欢迎 正是这件作品 让他在众多学员中脱颖而出 到工厂设计嘛 就是工厂要求嘛 大家要做一个作品嘛 大家自己做做看 做一个作品 您怎么想到做花鸟这样的题材呢 我因为花鸟从雕刻方面 乐视比较好一点 容易一点 你一开始做人物就有点困难 这样子 所以那做好以后呢 就是我们工厂的厂长 书记录很重视 这个人不错 那个时候大家给您什么样的评价 反正那时候在这批学生里边 应该说是精致了 花鸟不仅赢得了同学们的称赞 还吸引了一位老师傅的目光 他就是洛光正的恩师楼水明 当年楼水明在东洋木雕界 享有极高的声望 被誉为雕画状元 不仅擅长传统题材的雕刻 并且在建筑装饰方面 具有丰富的经验 许多庙宇宗词都是出自他的手臂 楼水明一有空 就到学校里选拔人才 陆光正的花鸟让他的眼圈一亮 随后便决定把他说为官门弟子 正是得益于师父的慧眼师桌 为陆光正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在一起的有好多好的师父 好几个 他在离去会要雕刻学好的话 你不要只学我一个 要学大家好的师父的好的东西 你都要去学 要去众家所长 对 他跟我这么讲的 另外一个你要学看到的东西 学一些寂寞意书的东西 你如果去看戏 回来又想一想 这场戏的有哪一些内容 你感觉到比较有印象 你要把他的戏的 有些节目的内容 把他画一张出来 是这样子 就是那个时候老师是希望您做一个生活当中的有心人 无时无刻的不再学习 常言道 明师出高途 但陆光正也明白 师父临近门 修行在个人 光有名师 没有自身的努力也是无用 还会辜负了老师的一片苦心 作为楼水明的徒弟 陆光正丝毫不敢骄傲自大 更不敢懈怠 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 他在雕刻技法 木雕家具 厅堂设计等方面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我那个时候我们学技术也是拼命的 怎么拼命法呢 就是学既然学雕刻 学士一定要把雕刻学成功为止 我们那时候领导厂长 他们对我们都是培养很培养的 所以房子有空时间 星际天啊 什么啊 都利用时间 都去学生 到外面去 这样子 网站都要学到十二点多 画画 那是学啊 不怕苦的 技术永远是艺术的载体 艺术才是技术的最终目标 一九六五年 浙江美术学院举办了工艺雕塑进修班 陆光正等人被派往学习 不同于师父带徒弟的传统形式 在高校里 他系统学习了中外艺术史 接触到了一大批名家名作 在多种艺术形式的汇聚和交流中 他求之若渴 中那边去学了 接着春节也不回来 春节都不回家 春节都不回家 路在那里 在汉州 汉州在那里 这些东西 人家都放假了 我们就在那里 年三十月 人家都很高兴 都喝酒都怎么样 我们酒也没有喝 到街上去 去看看 买一张票 九点钟以后来 看一场电影 就是这样子 所以利用一切 可以利用的是时间 所以我能感觉到 您那个时候是 感觉到自己很大的不足 对知识有非常强烈的渴望 对 你这个话讲得很好 就是有强烈的渴望 才会有这样子的动力 深造回来后 大家本以为陆光正会大展拳脚 没想到中国社会的一场变故 让木雕行业挤不违禁 也让他产生了离开木雕厂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所有一些文墓 包括家里边房子里边的 有些人物雕刻又靠掉 不排放那种 木雕又融掉 我那年18岁年 我想想 现在得单子下去的话不行 我还是到布袋里去 布袋里边也可以 我知道可以搞绘画 各方面的 艺术方面也有的 可以到布袋里边去 办妥了餐厅前的手续 陆光正准备赶赴军营 就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一个人拦住了他 这个人就是原来东洋木雕厂厂厂厂厉禀重 陆光正说 如果当初老厂厂没拦着 他的木雕之路也许就断了 从工厂跑下去 跑到那个马路上 后面民兵就已经跌上来了 把我拉回去 后面厂长在那里发福了 他为什么要发福 他不同意我当兵去 因为我是那时候是群厂 是培养的 就是最培养的一个人 其实我把东洋木雕要矜持下去 对 你赢走了 前面的功夫都白费 就某位抓回来 这样子 所以没有去当兵 后来我想想你 哎呀 也对不起 还是安心 在这里做工厂的 我怎么培养 混革结束后 东洋木雕厂重新焕发出生机 陆光正也重拾了对木雕的热情 他在清空业部举办的全国木雕大赛上 一举多亏 并从此迈上了事业的高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中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 那是陆光正一生中最为充实和忙碌的阶段 陆光正和同事被派出在欧洲 承接中式装修工程 他借此机会 也把东洋木雕带到了世界各地 他们怎么会请到我们中国人来进行一些装饰呢 因为在欧洲 关法国 巴黎 中国餐馆 我去的时候要三千多家中国餐馆 所以我们特区是通过大使馆 各方面的华教 介绍 这样子给他们搞设计 那个时候要做这样的工程或者销售商品 怎么赚钱呢 我们发生在一个星期里面设计的东西 我们在对国的话会拿到十八万马克 十八万马克 那个时候相当于人民币是多少钱 三倍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在那个时候 就是快的时候 多的时候 是这种程度 我们的工资是三十多块钱 一个月的工资是三十多块钱 那个时候感觉很自豪吧 那是感觉到其实在国外好赚钱 就是能够给国家争议的一个卫会 也感觉到比较自豪的 到国外揽工程回国内搞制作 这个过程中 陆光正开拓了眼界 同时也迎来了木雕生涯中最大的挑战 1980年 东阳木雕总场接下了新加坡一家酒店的木雕装饰屋厂 陆光正组织了十几位同行 设计制作了12块长12米 宽1.2米的挂屁 被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誉为 新加坡至今最好的建筑木雕装饰 使东阳木雕再度轰动海外 但不久 由于气候等问题 许多大建作品发生了开裂 对此 人们束手无策 东阳木雕的生意面临挑战 由于在古墙上 木工墓墙上面 就是特劳乱势 所以这就可以永远的学不起来 那个时候应该说都是艺术的精品 结果出现这样的开裂的问题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大家对于东阳木雕 是不是有一种不信任 就是万物这可以印象最大 另外啊 木雕不能做 因为之前东阳木雕受到了极高的关注 所以开裂的问题一出现 立即在业内掀起轩然大波 木雕做不了壁画 木雕有短板 各种质疑不绝于耳 作为当时东阳木雕总厂的厂长 陆光正感到压力巨大 他下决心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评价东阳木雕做不了大型壁画的时候 我觉得您那个时候心情应该是 我那是不同 我要多给他们看看 我现在要把这个东西做好 要用事实来说 你事实来精正 经过多年的实验 陆光正掌握了不同木材 在不同环境下的收缩系数 但这依然无法避免大块木材的改革 在他迷茫无助的时候 有一次 他看到工人们将一座屏风折叠起来准备装箱 这一幕让他毛色灯开 过去的东阳木雕都是在一块板上雕刻 现在能不能尝试把它画成为零 最后再组装而成呢 经过无数次的实验 陆光正终于找到了解决的途径 把图像根据构图分成若干的单元 每个单元采用独立的板材 板块之间都有空隙 防止各障人作 陆光正把这项新工艺称为多层碟雕 这种工艺绝不是简单的图案堆积叠加 既要考虑画面的布局 又要考虑牢固长途 他的这一创举 为东阳木雕注入了新的神秘 应用多层碟雕 2001年 东阳木雕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场 那时杭州市要重建雷锋塔 专家在选择工艺时 对东阳木雕的开队变形问题提出了担忧 为此陆光正还特意立下了军令状 时间是最好的建议 十多年过去 里面的六面大型地挂依然满好处 没有出现一道裂痕 多层浮雕嘛 这是人物是一层 里面这个是一层 还有这个山水是一层 对对对 后面背板是一层 至少有四层 四层五层有些地方 对对对 我现在看的这一幕就是 雨中介绍 雨中介绍 熟悉白石传的人都非常了解这个故事 我能理解一下吗 你的动作是一个害羞的动作 是这样吗 心子在前面 但是这个头还是感觉着有点旧 他那个蠢的带来已经向他飘来 表示这个心子已经很像他一气 就是假动作 所以就哪怕是一个衣文的飘向 都是有含义的 对对有含义的 雷锋塔多层蝶雕系列成功后 提高了东洋木雕的知名度和美意度 也大大拓展了市场空间 此后陆光正由陆续为杭州楼外楼 人民大会堂 中国财税博物馆等地方 创作了气势宏伟的大型木雕作品 这些作品既有传统的风格 又兼容了学院派的理念 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他的作品应该是很清秀 很秀丽 很细丽 但是不繁琐 从中文人应该讲就是学院派的这个艺术 他是源于西方 而他的职根是在东方的民族的艺术的领域里面 他在这个当中吸收了西洋的 也就是学院派的一些方面 补充了他这个里面去 对有一些艺术上的一些法则 美式的一些原理 比如在构图上面的巨于善 黑于白 大于小 俗于密 这些关于处理他处理得很好 这些他应该是说是吸取了 学院派的一些有关科学的一些原理 充实的补充了我们民族的艺术当中去 在现有创新的技术上 陆光正还研究出双面镂空的颜色 他取材于中国古代园林的花窗样式 综合运用多种技法 以仙鹤 青松 韩美等传统元素 创作了直径长达4.2米的圆形壁挂 松鹤同春 双面和单面也有不同 难度差在哪里 难度差在本身设计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正面等方面的 面画在什么地方 怎么样能够是正方看起来 都是整体的 你如果设计不好的话 它就不能整体 我想能驾驭这样的作品 就需要很多年的功力吧 真正要设计好 要雕刻好 要使它作为开裂 完整性 牢固性 又要达到整个画面的艺术效果 艺术性 这样子的话 没有多少年的实习 都拥救的话 你要做好一块作品 很难 在陆光正的带动下 木雕已成为东阳式的特色产业 大小木雕厂两千多家 市场的繁荣 为东阳木雕工艺的传承和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建计 这个是世事如意 罗大师现在对东阳木雕的两大贡献 第一是建筑雕师的现代化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产业是不得了的 我们这个建筑市场大产业大空间 罗大师是我们先行者 第二我们讲的创新的一种叫多层跌雕 它解决这个开裂问题 解决这个我扳运问题 我在现场组传 所以东阳木雕其实也是课题艺术 课题艺术必须是与时俱进 传统木雕在现代如何继承和发展 就是在新的这个历史阶段的话 我们要把东阳木雕用的东西 同那个生化结在一起 流行无限精彩继续 年过七旬的鲁邦正 现在依然每天忙碌在木雕事业上 2014年 他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主会场设计了木雕 彰显出中华民族的繁荣产生 2016年 他又担当起重任 为9月份在杭州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做设计 届时多国外宾将齐聚杭州 领略多彩的中华文化 木雕无疑是其中的一大两天 为了充分展示悠久文化 体现大国风范 陆光正经常往返于杭州和东阳之间 听取各方面的建议 最终的设计方案还有待完善 但这必将成为陆光正木雕生涯中的又一个绘画 除了雕刻设计 培养人才也是陆光正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他的支持下 广下学院 东阳技术学校 东阳市龙雅学校 都相继开设了专门的木雕展业 中国美术学院还设立了东阳木雕设计进修班 每年都有数百名木雕人才 从这些院校毕业 大家认识得到一点 木雕它不是以前所讲的雕虫小技 不是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很大的大行业 也是很有文化层次的一种艺术 所以现在的话 有一些情人和以前不一样的 就是喜欢这种艺术 现在学的人多吗 现在学的人比以前就多了 以前我对你讲 桌木雕的人你去问他 一个人只能生一个孩子 他都不想桌木雕 要上大学 大学神都肯定要上大学 所以没有人去那个 现在学生上面很重视 学生高木雕也可以上大学 现在有大学 也可以大学里面每个里面培养 我们现在的重视工艺美术 这一行的功能和技术能源的话 应该学生从工资方面各方面的调节来 比一般的要高 这些年来 陆光正培养了不少徒弟 其中省级工艺美术大师达到了20多人 这在中国工艺美术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每当接到大型的雕刻任务时 他会把徒弟们交到一起 进行集体创作 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也是交流的好机会 陆光正经常对徒弟们讲的是 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创新 我在之前其实我看过一些您的报道 您好像并不是很担忧有没有人 而是更担忧有没有创新的观念 创新的想法是这样 是的 任务用的东西 那个精度方面 就是汉带的谁要汉带的精度 水潭的谁要水潭的精度 宋带的谁要宋带的精度 家具也是如此 我们用的好多东西都是如此 所以他每一的都要创新 用自己的特色的东西 所以观集成不行 要创新 我们要从以前一样 把东洋木雕 从以前百年来 就是要加入销 现在就是在新的这个劣势阶段的话 我们要把东洋木雕用的东西 从那个生活结在一起 所以您希望让木雕更多的创新 更多的发展 在同时更多的走入人们的生活当中 对对对 喜欢山底文竹很需要 很愉快 每一个人都喜欢 那就成功了 五十多年的光阴 刻造出了不光正的目标人生 也浸透着他对梦想的奋斗和拼搏 如同从踏山之树到天宫之座 雕琢的过程 一如人生的成长 需历经无数的坎坷和艰辛 才能换来最终的美好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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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